为大家将这些核心的 粤语中主要出现的词汇呢 我们进行一个梳理 这个梳理 这梳理呢 当我们能够将这个 这些字词我们背下来之后 我们再回头再 我们回头再看课文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这些意思似乎都能够对应进去了 比如说这个 对 我标上这个注音的方式了 对 这个我们看是六声 所以是 所以这个音呢 大家必须得记住这个节奏 这个节奏呢 是普通话里没有的 因此香港的 这个所谓的粤语的六调呢 它才难 难在就是它的 一二三和四五六 它们之间那个一个相似度呢 只是在于一种高频和低频的分别 因此我们要记住那个节拍 也是我第一节课跟大家说了 就是这个 这个节拍 当我们记住节拍之后 我们回头看 我们会发现 怎么发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音塞进这个 这个节奏之中 我们会变成 就是我们想要的 这个第六声 所以 所以 这个 就是门的意思 然后另一个就是 这个 这个词 这个词呢 是有这个 这个意思的 那么我也同样说过 在表达的时候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 雷 这样的一个音 那比如像这个 这个第三个呢 是 这个 我们是二声 所以是 如果我们把六声都发出来 是 那么我们再一区分 就知道 这是个二声的这么一个词 所以是 是 国外心丧 这是 那 那的意思 下一个是 海 海 这就是 是的意思 海 同样我们是六声调的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看这个词 我们数声调的时候 我们是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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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海 这样一个音 再下 接下来我们是说 这个 冰狗 冰狗 冰狗呢 像我这里有著名的 大家必须记住的 就是 有 哪个 哪个的意思 也有是 谁的意思 谁的意思 当然这个 个字呢 这个作为一个 一个 一个量词呢 它是经常会 不同的 比如我们会说 比如我们普通话 也会说 哪辆车 对吧 哪辆车 我们也会说是 冰狗 车 我们的 那个形容车的 我们是用架 是个古字 比如说车架 我们是用架 来代表这个 这个量 这个意思的 所以我们看见的 这个量 它的那个偏旁是车 但是呢 对于架来说 它是木 因此它更偏向 是一个古代的 一种使用方式 然后再来是这个 我刚才说过 它是那个 的一个组合词 代表呢 是什么的意思 然后就是 你和我都没问题 然后他呢 怎么发呢 就是 找五声 所以是 就是他 男女一样的 就是男他或女他 然后下一个就是 然后是 然后容文 变成四声 就是 雷雷雷雷雷 所以这个词读 雷 代表是来的意思 我们刚课文之中 就是我来介绍一下 对吧 是这个来的意思 另一个呢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翻成二声 这是我们的 好的这个音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好呢 它是能够 在粤语之中 表达一种程度的 一种词的 它代表着 很 代表着非常 代表这一类的词语的 那么只要将 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表格 就我们在对话之中 我们当我们说出 我们需要用到 这个 这个 只要我们有指涉到 一个粤语的 一个句子的时候 基本上 这些词 是必须得 记住 会说出来的 那么就是 这么一个词 然后讲完这个课文 讲完这些的 翻译的方式 这些比较重要的 这些词汇之后呢 我想要跟大家 更多的是讲这个 使用的方法的 一种一种一种细节 那么这使用方法的细节呢 我们要明白 对于 其实对于中国的 内地来说呢 我们看见 这个南方人和北方人呢 其实在某些语言的 发 的那个表达方式上呢 也是有很大的 不一致的地方 在粤语中更是如此 我们会说 我 你 可 我你他 但我们的你呢 我们是没有 普通话之中的 您 这样的词的 因此呢 可能北方人 到达南方 到达香港 会觉得 哇 怎么 你会直接叫我 你这样的词 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没有您这个概念 也没有您这样的发音的 因此 我们必须记住哦 我 你 可 我没有您的 然后对于 复数 我们刚才不说过 这个 对吧 这是门的意思 所以这复数之中呢 我们会变成 我得 我们 哪得 你们 和 可得 他们 这三个表达 但是呢 这个 对呢 却又没有这么简单 它又并不完全的 等同于这个门 我们可以说 两者区分呢 主要在于四种要点 这个要点 是一种语境上的 在不同场合 不同的语感 不同的方式上 表达的时候 会有种 不同的一种 一种方式的 那么这个 对呢 其实它只可以用在 人称代词的词维 而不可以用在 名词后面的 所以比如说 这个 椅子们 当然我们很少会这样说 我们说正数的椅子的时候 我们不能将这 比如说 嘉宾们 我们不会说 我们越语不会说成 我们绝对不会出现 这个意思的 我们会直接用成 门这个词的 另外就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 有一个表示 泛指的复述 和一个表示 这个特指的复述 那么一般呢 这个 对 这个 懂于说 这个门的这个词呢 它所代表的是一个 专指的特殊 比如说我们 我很明显有一个 专指的 一个群体 但如果我们 要指一个 泛指的 我们会说 低 低 比如我们说 那些人 这些人 我们会说 利低眼 利低眼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 一种 一种专指的 的情况下呢 我们会用低 来放在前面 还有就是 我们和咱们 这个区别呢 在北方非常明显 就是一个所谓的 一个 一个只是 讲我们 是可能比较是 将我和门 还是有一定区分的 但咱们 就是一个非常的 等于说 我把我也融入到 你们整个群里之中 我们是一致的 这个同样 这跟您一样 其实是在这个 粤语之中 是没有这么一种 存在形式的 我们 无论是我们 还是咱们 我们都会说 这个是 大家得记住的 还有就是 这个词 就比较奇怪 其实如果 我来说的话 比较奇怪 其实等于 普通话之中的人家 这个可能 女生特别喜欢用 人家怎么怎么样 人家怎么怎么样 这对于 粤语来说 就是 这很有趣 因为 人家 我们会也是同样用人 我们是用 这个家 别忘了是 我们把它换成 这样说法 就是说 这是 这代表是 人家 就是代表一种 一种 一种 专指自己的 一种方式 一种比较可爱的 或者是一种比较亲密的 一种表达方式 而普通话的人们呢 像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它是一个饭指 因此呢 我们会用 低 低 所以我们会用 人们 我们会说 低 低 就是人们的意思 然后就还有 就是这个名 这个词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我在读的时候 大家如果有很 如果特别特别 敏锐的同学们 他们可能会发现 为什么我读名的时候 会有两种读法 为什么我的名 它可以不要一个字 就是名字 为什么不要 不要这个名字 这样一个表达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它有 这个 这个第一个 我们会说 然后四声 然后我发上四声 这是 所以这是 这是一个 一个比较 我们比如说姓名的时候 我们会说 但是如果我们要说 我们当这个用法 没有这么正式了 我想比如想问 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 这个音的 所以如果我们问 你叫什么名字 就是 叫什么名字 所以我们会说 这么一种表达方式 所以当这个运动的时候 我们很少 除非它是一种 所谓的词语 它加在词语之中 比较好像姓名 这是一个 本身是个词 所以我们 当它是出现在词语之中的时候 这个名就要发成 这个 美 美 这个美 但当这个名 它更多是代表一个 你的名字是什么 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们会直接发成这个 man man 所以我们会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会说 Negu man man 我们不会说 Negu man man 是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还有我刚刚 一直在重复强调了 就是这个好的这个用法 那么这个好呢 在乐之中 就是表示一个程度 很高的一个意思 那么它其实相对于呢 普通话之中的很 或者是这个非常 或者是这个十分 它们是 是能够会进行代替的 当然 我的意思是说呢 在这个乐语之中 我们也会用 可以用到这个 很 很 非常 少翻 这些我们都会用到的 但是呢 在日常表达之中 我们往往会只用一个好 喉 这个一个词呢 来去代替这种程度的用词 所以在这个 如果是 我很好 这个用词 我们将这很 我们明白 要好去代替的时候 就变成 我好好 对吧 人家比如问你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就是 我过得还挺好的 我过得很好 就这个意思 然后又比如像这个 这个D 我们刚才有教的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饭纸 也 我们还没教到 在这 也呢 是代表是东西的意思 东西的意思 所以呢 当我们把这个 这个东西很贵 我们要 我们要首先 这个东西呢 在 我们的 普通话之中 我们会省去掉一个 一个指 指称的 指向的词 应该是 那些东西很贵 对吧 我们一定是对于这个东西 有一个指向的 但我们会省去 在广东话之中 是不可以省去这个东西的 所以呢 我们会表达出来 那些东西很贵的时候 我们会说 D 野 猴怪 这个猴呢 同样也是替代了这个狠 这个表达 而这D呢 是代表着 这是那些 这是那个饭纸的 那批东西 然后野呢 就是东西的意思 因此呢 这种好的使用方式呢 是在越野之中 其实对于普通话使用者来说 似乎也 也合心合理 但是呢 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 更多的用很啊 非常啊 十分 来进行个表达 那么这个呢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自我介绍的时候 会需要用到的 这个课文 以及它一些词汇 以及呢 在运用过程中 我们所遵守的 一些粤语的 一种语言逻辑 那么今天 自我介绍就到这里